看来到这里 李军和胡梅应该是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为什么最后李军会对胡梅痛下狠手呢 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呀 李军回忆当时两个人和好 为了证明各自的真心 他们有过一个约定 因为我们和好以后 手机密码都是相互知道 他要看过手机的话 也可以 但是很快 李军说胡梅打破了这个约定 因为他居然把手机密码给改了 这一下才和好的两个人又开始争吵 吵到最后 胡梅表示绝不会跟李军去深圳 而是再次回到浙江 这一下可以说 这段夫妻为了修补婚姻的一切努力 都化为了泡影 对此李军说他感到无比的沮丧 无比的绝望 而接下来胡梅的一句话 成为了悲剧最后的刀骨头 我说气交情是不可能的 他说 你帮我杀了就可以去了 说完之后 胡梅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 对李军的影响 他静止就去睡了 可是李军却是整个脑子还沉浸在那句话当中 并且开始酝酿起一个可怕的念头 于是胡梅年仅26岁的生命被终绝在了李军的手中 并且还有一点 大家也能注意到 李军杀害胡梅的地点 竟然就是在他自个家里头 李军的父母与他们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 但遗憾的是李军的父母表示 当天晚上他们睡得太沉 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的动静 胡梅就这么走了 与其说是胡梅一句话点燃了李军的怒火 不如说是李军惯有的暴力思维和极其残忍的性格 最终酿造了这一起悲剧 而李军表示 当天晚上他就处理了胡梅的遗体 并且连夜离开了家 对父母他只说了他和胡梅去深圳了 但事实上他再次去了嘉兴 为什么会这么选择呢 李军说那是因为他对妻子的外遇 始终耿耿于怀 他非要查出妻子手机上的秘密不可 与此同时李军满脑子想的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伪装自己掩盖自己的罪行 于是到了嘉兴之后 他开始冒充胡梅 与家人联系 自以为能瞒天过海 但是只能说一个人的本性是无法掩饰的 当李军在嘉兴再次无钱可用的时候 他不是去想办法赚钱 而是宁愿冒着被胡梅家人发现的风险 都要伸手要钱 而当他发现要不到钱的时候 他更是丧心病狂的选择继续作案 走进了那家调剂行 也正是李军这样屡屡作恶 无视法律的心态 让他最终暴露了自己 由抢劫开始 深入其中 让这起暗中暗大败于天下 当然了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疑问没有解开 李军把胡梅藏到哪儿去了 在被捕之后 警方要求李军指认抛尺地点 李军把警方带到了 离他们那个村子不远的一个山坡一侧的隐蔽山洞里 李军表示胡梅就在这里了 那么李军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呢 警方请了消防专业人员前来搜寻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山洞内部异常复杂 一个洞套着一个洞 最后呢 通过消防员的几番搜索 他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 而在山洞外呢 李军呢 他跪在地上久久没有言语 并且在来这个山洞之前 李军还提出过一个要求 怎么说李军这种心态呢 他下跪他祭奠这其中未免 没有他愧疚与痛苦的成分 但是这一切似乎又是他落网之后才做的 之前他脑子里想的只有潜逃 只有掩盖 似乎早就遗忘了被他丢弃在这里的妻子